以後呢 還要一直在修改 但是如果你用快速鍵 你程式就不用修改了 所以我們要想到是一勞勇益啦 有些書上不見得跟你講這些 反正你錄完這次OK就好了 它不復管理以後還會用嘛 OK 或是講一勞勇益的方法 Ctrl-ship向下 那接下來我就錄製聚集 把它清除喔 所以這個名稱也許叫做 手機號碼 然後我後面把它改一下 叫清除 OK 好 清除了喔 然後呢 按確定就開始了 不能NG喔 1 優标放這邊 2 Ctrl-ship向下 3 按下列 好 OK 三個步驟喔 一個動作都不要多 也不要少 我按停止了 好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有兩個聚集看一下 一個兩個 那我怎麼知道能不能walk 很簡單 直接選這個 按執行 OK了 有沒有 它可以walk了 清楚能不能清楚呢 執行 可以清楚了 那表示你這個錄製是成功的 但如果你意味道奇怪怎麼好像不太對 你就重來NG蓋過去就可以了 OK 大概是這樣子 那當然最後呢 我們除了說可以從這邊執行它之外喔 其實呢 也一般習慣會在這邊增加按鈕 那增加按鈕的方法喔 其實你可以從這邊啦 插入 這邊有一個叫什麼 表單控制這樣 左上角這邊有一個叫按鈕的功能 你就點選它 在這邊 點住有點像那個小畫家 點住不要放喔 拖拉到 它的左下角 右下角 OK 然後把它放開 大小自己決定 這麼大 OK 然後呢 接下來它問題說 如果我按它之後呢 要執行哪個聚集 我要執行這一個 然後並且把上面的名稱複製一下 那為什麼要複製呢 因為 它名稱不一樣 所以我把它選名稱 貼上它 就OK了 那一樣的方法呢 再插入第二個按鈕 把它再拖拉一個 OK 然後這個叫清除 複製一下 一樣喔 然後再貼一下 這樣的話就大功告成了 然後試一下 按下它 可以了 按下它 也可以了 那表示你 錄製俱齊 就成功了 OK 大概是這樣囉 只有這樣啊 不用寫任何程式 它幫你寫 Excel 這個是還蠻貼心功能 你不會寫程式沒關係 你只要 錄製下來 它會幫你把滑鼠跟鍵盤的動作 自動轉換成對應的程式 那放哪裡呢 基本上喔 就放在 劇集有沒有 底下編輯 它會跳什麼 Visual Basics 有沒有 跳過來了 在這裡 啊 至於這裡面到底寫什麼 我們待會再看好了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喔 錄製劇集喔 所以開發人員打開 然後彩排一下錄製 錄製完從這邊執行看看 OK 之後的話 再從這邊呢 插入按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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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